细胞模型像流体镶嵌模型 这个可以由1978年的某个研究来做一个佐证 在1978年当时东西德还没有合并 所以当时西德科学家梅尔 他就把番茄跟马铃薯两种植物拿来 他想把两个植物合在一起 变成同一种植物 但遇到一个难题 这两种植物的细胞 外面都有细胞壁 细胞壁是固体 所以两个细胞靠近 根本没办法融合 又有细胞壁 所以必须加入纤维素水减酶 把细胞壁融掉 所以A跟B细胞各自变成裸露的A跟裸露的B 好这个裸露的A细胞跟B细胞的植物细胞 被叫做原生子体 写在这里 所以原生子体的意思是指 原始构成生命的物质 然后所构成的这个生物体 原生子体就是指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不包含细胞壁 因为细胞壁硬帮没有生命现象 所以刚好你把细胞壁拿掉 剩下的就是有表现生命现象的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就叫它植物的原生子体 好这两个原生子体就可以做磨融合 好不止细胞磨融合 连细胞核都融合了 让它从两个细胞合为一个细胞 好那长出这个细胞呢 我用组织培养的方式就长根长叶就形成完整的植株 好别忘了 选用生物二植物那边我们有介绍植物的人工无性生殖 叫组织培养 利用IAA跟CK来让你长根或长叶子 就产生组织培养了 好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呢 就叫做番茄薯 番茄加马铃薯就叫番茄薯 好当时在做这个实验时会想到 如果一个植物地面上长番茄 地下结出那个马铃薯的这个块筋 不是很棒吗 对农民来讲就两种收获 但这个实验呢在科学上成功了 我们证明膜是可以融合的 因为膜是流体 就是因为膜是流体 我们才可以让它细胞膜跟细胞核都可以做膜融合 让两个细胞核在一起 科学上成功了证明膜是流体性的 但在农业上是大失败 因为这个番茄薯 地上部分结的番茄 小小绿绿的不能吃很酸 地下结的那个块筋是长条形的 根本没人想吃 因为又硬又不好吃 所以在科学上这个实验成功 在农业上这个实验失败 因为这个新产品没有农民愿意种 上面又不结番茄 下面又不结马铃薯 就是大失败了 好这是番茄薯的介绍 好那下面这些照片 其实都不是真实当时的照片 当时的照片有机会 我再补充给大家看 但这是梅尔没有错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 那个细胞融合的感觉 我们引用这个教科书的照片 这两个都是马铃薯 只是上面这是马铃薯叶子 我放颜色 马铃薯的叶子不是有叶绿体吗 这是叶子 下面是马铃薯的根 根就没有叶绿体 所以利用有叶绿体跟没有叶绿体 就可以做区分了 好就让两个细胞融合 过程当中呢 它会用电击法 用电的方式电它 会更容易融合 那有班有同学问 膜不是液体 本来就能 膜是流体 本来就能融合 但膜上面有些蛋白质 它也就会阻碍这个融合 所以融合没有那么简单 是可以啦 但成功率可能没那么高 我利用电击的方式 让膜也破掉 破掉后的膜更容易做融合 所以在做细胞融合时 我们会搭配用电击的方式 来增加它们膜的不稳定性 让它融合在一起 好两个细胞融合在一起之后呢 隔一阵子里面的液滤体 就会往下移动 下面的细胞质往上移动 就会混合成一个 融合后的细胞 好这是细胞融合 我们透过实验 有人用这个方法 让两个不同植物细胞 融合成一个崭新的植物 叫做班茄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